我们现在这一段要讲的是个人中心的治疗历程 那自然也包括了技术 那我们先来确立一下个人中心疗法 它的治疗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呢 Rogers他认为治疗的目标不是只在解决问题而已 而且是在协助我们的案组建立更完整的独立跟整合的能力 基本上这个案组要达到这个目标之前 他要能够厘清他在社会化过程当中所形成的一些面具 这个是他所强调的 这些面具只有在我们的治疗师在无条件积极的关怀下 他会慢慢的去厘清说他那些面具事实上是不必要的 而且事实上是慢慢的在过去的生活当中 他慢慢加上去的 只有在治疗师温暖的正面的积极关怀下 他会慢慢的重新去厘清 那他到底要的是什么 并且让案组能够知道他的目标之后 然后朝这个目标来迈进 再来就是治疗师的功能跟角色是什么呢 刚刚大概都有提到 治疗师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不是一个引导者或是知识的提供者 对案组来讲是一个人跟人之间平等的一个关系 而不一定是治疗师跟案组的关系 基本上是一个平等的地位的人 来关怀这样子的一个案组 又透过一些正确的同理心 这是朋友不一定能提供的 让他去重新去厘清他自己 创造让案组有利于成长的气氛 这个样子要怎么做呢 治疗师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要藉由真诚接纳 以及同理案组的态度 使治疗师慢慢的成为一个 案组改变的一个催化剂 治疗师会用此时此刻的每一个当下的感受 来和案组来会面 然后来慢慢的去进入案组个人的世界 第三部分 案组在个人中心的治疗 他的体验经验又是什么呢 案组在这个过程会有两种知觉 第一个叫做当事人在治疗当中的知觉 第二个是资商员的态度 无论是哪一种 资商员都是会透过一种治疗技术 去让案组能够有被接纳 然后慢慢的去找出改变的一个方向跟动力 在这个过程当中 然后慢慢的去改变案组的无助感 无力感跟犹豫 或者是用没有效益的方法 来解决自己的一些过去的问题 那这个事实上就是在案组在这个治疗当中的一些经验 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让我们的案组在这个无条件积极的关怀下 被理解 然后是成为一个人 他也慢慢去重新去思考 那他是不是有过去的一些不一致的面具 然后让他重新去因为自我理解之后去卸除 然后去做新的改变跟尝试 这个呢 在治疗过程当中 案组呢 跟治疗师 他会有哪些的关系呢 Rogers他会说 在整个治疗的关系当中 我们的案组呢 明显的正向的改变 只会发生在一个比较正面的治疗关系当中 那所以说正面的治疗关系 事实上是非常的重要 Rogers他也提到呢 有六项治疗的核心 事实上是在正面的治疗当中会发现的 第一个就是两个人有心理上的接触 再来是案组呢 会感觉到不一致跟焦虑 再来第三个 是治疗者呢 在治疗的关系当中是一致的 也就是真诚的 并且让案组会感受到 这个治疗师对自己呢 是不评价 而且是非常的一致性 而且是真诚的 那第四 治疗者能够表达出对案组的无条件的 跟积极的正向的关怀 第五 治疗师呢 能够同理了解 跟他的案组的内在的参考的架构 并且把这样子的感受传达给我们的案组 第六呢 就是治疗师呢 他用正确的同理性 在无条件积极的关怀也传达给案组 然后让案组在这过程当中 去重新理解自己 并且让自己能够做正向的改变 那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 治疗关系事实上是温暖的 案组呢 会因为看到自己的内在的不一致 慢慢地抛开自己的虚假 会真实地面对自己跟治疗的关系 他总共会有讲到三个重要的技术 第一个就是一致性或者是真诚 那其实一致性呢 它基本上就是指治疗者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其实是真诚的 跟整合的 可靠的 没有任何的虚伪 而且呢 也不会去给案组做评价 而且呢 案组呢 所感受到的治疗师 事实上是非常地真诚 而且关心自己的 那第二个就是无条件正向的关怀 跟接纳 这个过程当中呢 是指治疗师不带任何条件的去关心 案组 不会说只有你改变了 或是只有你愿意接纳我的 我才来辅导你 不会 案组呢 是怎么样表现的 其实他就完完整整地 去接纳这个案组 案组曾经有过家暴或性侵害的事 他也会完完整整地去接纳这样子的案组 然后呢 不给他评断 完完整整地去接纳他 然后呢 这个就是所谓的无条件正向关怀的一个方法 那其实呢这个事实上是让案组能够感受到这个治疗师事实上是可以被信任最重要的一个技术 如果案组能够有这样子的体会到治疗师的关怀 无条件正向进行的关怀那这个治疗的成功是非常大的成功的机会非常大 那再来是正确的同理心了解 什么是同理心呢 就是治疗师跟案组一起了解他内心的主观世界 让案组呢 可以知道 其实治疗师是可以了解他的所言跟他的情绪表现 不会有偏差 他精精准准的可以理解自己 那这个事实上呢 是治疗师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 让案组能够被感觉到被同理 Budges他有曾经讲过 当治疗者呢 能够体会案组的私人世界 就好像案组呢 他自己被看到或是被感受的时候 然后呢 这些建设性的感变就会慢慢的发生 所以同理心可以帮助案组 第一个 看重跟珍惜自己的经验 第二个 处理他们生理跟心理上的过去的经验 第三个 用新的眼光来看待过去的经验 第四个 增加他们来做决定跟行动的能力跟决心 这个事实上 同理心是可以帮助这样子案组的四个面向 正确的同理心呢 其实呢 意味着呢 治疗者呢 能够感受到案组的感受 仿佛自己生理其境 但是不会迷失在这些情感当中 所以呢 正确的同理心呢 不只是去确认案组他的感受 而且也应该去了解案组经验当中 他可能不清楚自己还有哪些感受 要案组或是当事人去感受到说 其实治疗者的同理是不是能够得到案组的回馈 那同理心事实上是对心理治疗的进展最有利的一个决定因素 所以任何一种治疗 所以任何一种治疗 同理心呢都是非常非常必要的要素 而同理心事实上是源自于对案组真正的关怀 不管是治疗关系当中 人际关系当中也是 初成之同理心呢 他有一个简单的公式 就是减速语义加情绪反应 怎么做呢 比如说案组他讲到说呢 他在刚开始的治疗阶段 我们就问他说是什么事 让你会想要来谘商啊 他可能就讲到说 他跟家人吵架 然后他自己弃个半死 林老师呢 这个时候就问他说 跟家人吵架让你感到不舒服 这两小段话啊 是不是跟家人吵架 是不是他刚刚讲到的啊 他跟家人因为什么什么事吵架 所以我就说跟家人吵架 那他说他最后吵架的关当中 家里讲什么 他家人气他自己更气 所以我就会说让你感到不舒服 所以你可以看到初成之同理心呢 就非常的完整的包含了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他所讲的话 我们用一小段半句话来把它说出来 就是简术语义 然后另外一个半呢 就是情绪反应 让你感到不舒服 这样子就是很完整的 在辅导的前阶段 他只要能够讲到 哪些负面的情绪经验 我们都能够精准到位的 能够把它做一个初成次的同理心的反应 那高成次同理心呢 其实有一个做法就是 他的公式叫做情绪反应 加上你感到不舒服 是否是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做或怎么想比较好 所以呢你看哦 你感到不舒服其实就是情绪反应 是否你不知道怎么做或怎么想比较好 这个就是呢 把它引导到一个 他未来可以做或怎么想的一个动力 但是呢要尊重谁啊 当然是尊重案主 所以呢案主如果能够从这个过程当中 重新去想到他可以怎么做或怎么想 这就是会是一个 諮商辅导里面改变的契机 那完整的都是鼓励案主 去将不舒服 所产生的这个行为的动力 经过我们的引导之后 让他去想到那他可以怎么做 来改善自己的不舒服 来补强自己 不管是行动还是想法 他都可以自己来慢慢的去改善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完整的 个案中心疗法的高层次同理心的运用 所以完完整整的都是在案主的角度 然后来让案主自己去找出未来的方向 而治疗师都是在同理的过程 鼓励案主去慢慢的去做到 然后改善自己内在的不一致 而当中会有些时候会有自我表录 那自我表录必须要很清楚 有的书籍是写自我揭入 这个是不可以做成自我炫耀 而是必须是治疗师来分享自己 类似的负面经验 因为这样的经验曾经也让他不舒服过 所以案主会听到原来治疗师过去也是有类似的经验 如找工作不顺利 如跟家里沟通好像也曾经没有那么好过 这个过程让案主就会知道说 原来不是只有我有这个经验 甚至治疗师也有 但是这个不可以是欺骗 甚至不可以是自我炫耀说 我都已经走过来了 你为什么还没走过来 不可以 所以透过同理心的运用 再衍生到自我表录 让案主可以知道自己可以怎么样 被同理之后 被理解之后 鼓励案主去找出一条自己可以改善 内外不一致的路 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个人中心疗法的技术